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我是Susan 三年疫情嚴格的清零政策 掏空了地方財政 自2021年下半年以來的公務員降薪潮 幾乎波及中國所有省份 津貼獎金取消或減少了清零結束後 中國經濟依舊持續下滑 有知情民眾向大紀元表示 降薪潮已經從公務員燃至軍隊 中國民眾華先生告訴大紀元 現在大家都沒錢了 包括很多公務員的工資 那些退休老人的工資 都不能依時轉帳都在拖延 華先生說 拖著你不是拿不到 是要拖你半個月或一個月 國營也是一樣 包括部隊裡面 很多戰友在部隊裡面 很多寶座現在都沒了 現在半年了 他們那些寶座半年都沒發過 近年來中共黨魁習近平 為了實現軍隊反腐和強起力的目標 加大隊軍隊的投入 說今後軍官的收入主要是靠工資 不能有其他所謂的灰色收入 並分別在2014年、2018年 和2021年的大幅增加軍人的工資 尤其是2021年的加薪 對比起高出公務員20%的比例增加 待遇普遍高過地方公務員水平 自2023 10月15日起 當局正式施行軍隊民職人員 待遇保障暫定規定 當局正式施行軍隊民職人員 待遇保障暫行規定 進一步提高軍隊民職人員待遇保障 華先生解釋說 工資屬於國家專款來發的 那其他的寶座屬於地方給的 地方給的那些寶座就沒了了 地方財政沒錢 現在很多地方的那些公務員工資都出不了 那些老師有些被拖工資過幾月 有些幾個月都收不到工資 曾經在軍隊服役過的李先生指出 以他知道的情況 部隊以前分為兩種情況 一個是內部警衛就是武警 以前屬於地方開支 他們屬於集團軍就是國防軍 國防軍就是由國家直接負擔 前政法委書記周永康管武警的時候 武警歸政法委管 不屬於軍委 那時就是中央撥的一部分錢 然後地方撥一份錢 後來就改了 武警全部歸了中央 現在應該就是全部由中央來養了 屬知中共內幕的政治學者 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黃軍濤對大紀元表示 中國的很多寶座都是福利 這種福利都是些土政策 如果軍人是有工資 就說明它的法定收入是有的 但是有些地方的寶座 比如說在核工業部工作 污染寶座這個應該有的 軍隊的工資是專款 但是這類的寶座是經常變的 目前居住在海外的退役女兵白女士指出 部隊工資有地區差異 比如北京、廣州和西藏都不一樣 全部是財政撥款 還有夏天的高溫補貼 冬天的取暖補貼 但是都是部隊直接發的 沒有聽說是地方的 工資條款他也看過 他記得上面寫的是叫地方津貼 好像西藏這些比較艱苦和冷的地方 地方津貼肯定要高很多 但是西藏政府肯定給不了 還是軍委給的 在經濟環境持續下行的情況下 中共國安部禁止唱衰中國經濟 一些自由派經濟學者被封口 有關降薪的貼紙也不斷被刪除 不過中國社交媒體網站上 出現了一個最後的編輯時間為 2023年12月18日的貼紙 說航天、中電、中船、兵器 很多研究所開始減薪 減幅是5%至30%不等 之前有些軍工減薪的貼紙沒有了 寫的內容都沒有了 大紀元不能獨立核實 這個消息是不是屬實 白女士表示 有些研究所是部隊相關的 另外一種的是部隊的編制 但是它們不是部隊 航空的就要看具體它們是哪一家 看看它們有沒有編號 網上一查就應該知道了 中共對軍人的工資待遇是為國家機密 中共軍網曾刊登文章 從世未知處入手 注意保護工資條例上的軍事秘密 現在的反間諜宣傳很可怕 只要國外的人 它們第一反應就是 你是不是特務 這方面控制得非常嚴厲 因為這個一傳出來 這樣就不得了了 就是你整個經濟都沒有了 打什麼仗啊錢都沒有了 工資都給不出 警察也在減薪 中國沿海某市 一個派出所的副所長 他說減了工資 全部都減工 全部都要減工 白女士說 職效是職效工資 跟你的業務掛勾 比如說 捉賭的 捉嫖娼的這一種 職效其實就是工資的一部分 它們的工資很低的 各行各業都已經不行了 都萎縮了 現在萎縮得很嚴重 減薪是中國的一個普遍性事件 警察是中共維穩裡面的重要一員 只要是警察一減薪 軍隊就是百分之百都減薪了 中共軍人和警察的待遇降低 反映出中共當局的確是沒有錢了 缺乏激勵機制 這個可能也會令他們 好像地方官僚系統一樣躺平 黃軍濤表示 很多人認為習近平二十大之後大權在握 他很強大?不是吧 整個官員隊伍都躺平了 而且他的官僚隊伍稱王不接 現在是習近平最脆弱的時候 黃軍濤認為 有人說 白紙運動是八九六四之後 民間最大的反抗運動 其實前總理朱鎔基 在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後期 搞國企改革的時候 為了加入WTO 將二三十萬的企業停了 合併轉型 最後兩千萬工人下崗 他們天天工潮 此起彼伏 比白紙革命大得多的規模 組織性也比白紙革命嚴密得多 二十一世紀頭十年 當時擦遷還有征地 各地打得血肉橫飛 三美農民將魚炮 都拿出來跟武警對打 但是為什麼都被制壓了呢? 就是因為當地政府有利益 官員有利益 因為征地 拆遷 賣國企 他們能分到很多腐敗的錢 所以就有動力去這樣做 王軍濤說 另一方面就是武警已經給了他們了 各地的公安局長都成為了武警的第一政委 可以調兵去鎮壓 但是中共黨魁擔心武警搞政變 最後就將武警的權力收回來 過去一鬧災的時候 軍隊是在最前頭 這兩年呢 當兵的都不夠災了 去年今年瀆洲水災 三十八軍出動 看起來都是為了保住北京 實際上是不讓水和災民湧入北京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 來自大紀元記者宋棠 逆餘採訪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到詞聴訪問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到此為了 詞聴訪問